演员沈泰掌握编剧余政事件再升级 据知名经纪人穆小勇爆料 打人者沈泰昨晚被派出所带走 因受事件困扰导致心理不齐并叫来120急救 穆小勇在微博中写道 马上飞回北京担心着沈泰 昨晚他被派出所从家里带走了 端了一夜可能太气 一下子就心理不齐 还叫了120 电话中说不清楚 听朋友说出事后他一直没出门 现在已经憔悴的不像样子了 希望我能尽快见到他 另据微博爆料沈泰将被行政拘留三天 同时对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曝光了 3月27日上午 有记者目击于正在两个助理的陪同下 再次赶到派出所接受案情询问 于正头发凌乱 神情疲惫 看上去背负了一定的压力 时近中午于正离开派出所 而沈泰仍被派出所羁押 沈泰的朋友已闻讯赶去 一直等候在派出所外 沈泰的朋友刘先生表示 对这起案件毫无所知 但他表示沈泰性格很好 如果不是事情逼到内部 绝不会动手打人